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马哈顿中心的麦德逊广场 对于我们这批人对麦德逊广场的熟知 是泰森拳击 那个时候重量级拳击的时候都在麦德逊广场 所以给我的印象蛮深刻的就是重量级拳击 另外应该是NBA的纽约尼克队的主场 麦德逊广场我去过 它比较就是多重 它有多种功能 它包括包括看歌 大概看一些演出舞蹈这些都可以 但它是因为在纽约嘛 所以就很在一个帝国之 帝国之珠 帝国之珠的这么一个背景环境下 会给人的感觉不同 那这张照片是1939年 大约两万人出席在麦德逊广场的叫做亲纳粹的集会 大概当时出现了一万九千多人 这是1939年出现的 那今天在纽约开始早期投票 那现在纽约人纽约市的马哈顿人正来投票 明天大概下午五点钟 川普可能在麦德逊广场进行集会 所以这就是希拉里在昨天的节目 在昨天的CNN的节目中 再次称川普为新纳粹分子 所以而川普到麦德逊广场去发言 去集会 他认为就是跟这个1939年 85年前的状况是一样 这是新纳粹主义的在美国的出现 新纳粹这个纳粹分子本身这个词呢 没跟朋友说 这指控是非常的危险 这非常的危险 就是他的危险的原因就是 这个词很绝对化 很模式化 那绝对化之后 在一个美国民主两党竞争的过程中 当你这么去形容政治对手的时候 你就把他的所有的选民 称为就是新纳粹分子 而这在民主社会当中 这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 如果这么去称呼的话 代表着美国大选 今天的美国大选 已经到了水果不相容的程度 而被指责的一方 很显然一般都是战上风的一方 因为用这个词呢 人家可以说你是人身攻击 其实有这个环境 有这个环境背景的 可以这么说 那当然被指控 当然指控者肯定认为 他是民主的正义 那有人认为川普这么做 有点过分 就是因为纽约州是一个蓝州 深蓝州 是美国民主党东西两大阵营当中的东部的阵营 纽约州就像加州一样 是不可撼动的 但是在里根的年代 纽约州是被撼动的 加州也是被撼动的 所以川普在制造再一次里根的再现 所以川普曾经在包括 马哈顿的 马哈顿的困 就是他自己的家乡之地 和纽约市最 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他都举行过集会 所以他在大选前 在投票前的第九天 明天 在这个 在麦德逊广场举行集会的话 这是他的时效性 就是他的那种气魄性 远远胜过其他 说他是不是要争取纽约州 根本不仅仅是争取纽约州 而是代表川普的气魄 这个东西 我相信在希拉里的角度来讲 他认识到 所以他的基点没有讨论 川普会不会在纽约州获得胜利 而是讨论了 川普的做法 要横扫全美国 他也意识到 但有些人 大多数人意识不到 认为川普在浪费 那其实不是 我也 也就是说川普的认为呢 他的起码 他的团队认为 川普在全国的范围之内 他的胜率 他的胜副手已经相当占有优势 所以要在投票前的最后的时候 要摆出他弃吞山河的那种气势 我眼睛里看是这样 所以希拉里应该 这是一个很 我就跟大家描述这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那背景下 这是希拉里在谈到这件事情的事 他的背景环境 是在这个CNN的谈到了 然后呢 他就讲说 川普将重演1939年的纳粹击退 85年前 这是在同一个地点 那美国人自己知道了 咱们都不清楚85年前是什么样 把它做成是重演二次大战开始前 六个多月所举行的纳粹几回 那而纳粹这个说法是白宫前幕僚长 是川普自己的前幕僚长 他叫约翰凯利 是个女的 曾经这么形容了川普 所以就后来就这么利用 就用了这句话 那他就 我跟朋友解释就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 不好的征兆呢 他营造仇恨 他真的是营造仇恨 而这个东西呢 就像圣扑手 因为在民主体制之下 人们全都不会接受 这个法西斯的 那除非 是不太可能赢得足够的选票 所以他我以为不在一个足够选票问题 川普的立足点比较高 你下周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下周就是指投票了 他说美国新纳粹分子 法西斯分子正在排队 他们就像当年 面对德国是一样的 这是个飞跃 很多人可能不会愿意去哪里 但是你们要看到对国家的危险 我认为这对任何人来都是想一件 这是希拉里的说法 所以那这是一个 别的我咱不好说 我就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指控 而这份指控呢 就把很多麻烦就给顶在那 而同样的故事就是 这是英国的美日电讯讲 同样的故事 希拉里在美国民主党大会里 曾经说要把他关起来 所以你要把一个政治对手 牛脸关起来的话 那就这个意思就是 到底谁是独裁者 对不对 人家不同意你 人家就是独裁者 他就变成这么个说法 这个说法是不make sense的 整个场地容纳一万五千九百人 一万九千五百人 1939年当时是满的 那川普自己明天肯定会逃 所以这就变成了 哺乳虎穴焉得虎子的成分 感谢朋友